Hello,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艾尔登法环进入DLC黄金树游影之前 成为卑鄙外乡人法师的最低条件 我本身在2022年法环推出时游玩了100个小时 只是进度接近女武神那边就停下来了 一直不了了之所以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正式暴击游戏 如今为了DLC我决定重新来过 并且尽量以最快的速度来成为几乎毕业的法师 接下来我将会整理出10个重点 让大家知道该获取什么东西准备 以及他们的效果功能等等 1.三个链等的地点 新手最初可以到风暴山丘的赤福西战者的破屋后方的区域 这里拥有多只拿剑的巨人让你利用岩石球来攻击他们 升到了20-30等后你可以前往第二个地点 故要尔龙墓的赤福伐姆大桥的区域 这个地方布满了许多黑色的小兵 同样以岩石球打死他们 没之可获得一千如恩 要升到40-50等也不是问题 最后就是老玩家最熟悉的地方 蒙格温王朝的赤福通往王朝的崖上道路 像我们最爱的小笨鸟事件来无脑升等 2.七个必拿的魔法 岩石球新手开局就能拿到的神级法术 由于他会追踪敌人而且是物理伤害 即使后期部分的boss都可以利用此魔法来解决他们 走心法师一开始拿到的法术灰石魔力 其实总共有五个类似的版本 也就是灰石向前方执行攻击敌人 而走心是当中伤害最高的距离也是最远的 灰石灰星他的伤害虽然没有走心高 但FP消耗也相对的比较低 蓄力时间也更快 用来打小怪其实很足够了 黑夜灰星这个法术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攻击会闪躲的敌人 对付一些速度很快的家伙也不是问题了 灰星亚之乐龟派气功天下我有 用来攻击移动性不高的boss非常有效 缺点是FP消耗高在不足的时候就会停下来了 不过后面有个东西可以弥补这个问题 古老死亡冤魂 虽然他在我参考的网站中不是T0的魔法之一 不过我本身蛮喜欢这个法术的 因为他的距离挺远的 而且会追踪敌人 冷却时间也低让你可以放了又放 并且会使对方出现卡住的情况 以前也是用这招来导火焰巨人可以说是具有特效的法术 魔法之境 这是我当初没有拿过的魔法 释放后他会在地面上产生一个圆形 只要人在范围内就会提升35%魔法攻击 很适合用与人物无需一直移动的情况 如果在boss房间外面释放此技能 他的范围是会出现在里面的 代表我们可以先放这个争议进入boss房间后直接出造 因高 我够卑鄙了吧 三三个必拿的稻稿 同样是我之前没拿过的东西 他们的争议效果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 黄金树立是提升15%伤害以及10%减伤 下波利率的失火提升25%伤害 缺点是我们本身受到的伤害会增加30% 并且更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火焰啊赐予我力量提升20%物理和火属伤害 由于岩石球是物理攻击 如果打算利用自魔法攻击敌人可以先释放此稻稿来增上 四能力值得点法 既然选择极端的存法思路线那智力肯定要点满的 如果你不想点到99至少也要80左右 再来就是点集中力和信仰 我的集中力目前是35 达到50或60时相信FP也很够用了 而信仰的话就是根据稻稿的需求来点就对了 5、6个必拿的护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或自身喜好来装备当中的4个 关心少女的穿梭增加5智力 魔法师球护服提升4%魔法攻击 魔法师快护服提升8%魔法攻击 魔力兑卸提升12%魔法攻击 同时自身受到的物理伤害提升10% 拉达刚的肖像减少4%时间 这差不多等于提供了我们30点的灵巧 金色奋金龟提升卢温的20%获取量练等必备护服 里有2个必拿的骨灰 大盾士兵的骨灰召唤5只骷髅兵 虽然看起来很迟钝 可是他们非常的坦 像我挑战双Boss时就是依靠这些兵杂来应付其中一只王 黑刀迪西速度而生存能力极高 除了近战还可以远距离攻击 由于法师每点生命力血量低没法召唤防身骨灰 所以这个黑刀是很好的选择之一 其三个必拿的灵药 蓝蜜蜜路低 15秒内所有FP的消耗都归零 刚才说的弥补会心雅之乐缺点就是这东西了 因为这15秒内你的龟派气功是不会停下来的 极度的恐怖 带魔力破路低提升魔法攻击20% 自力流结晶路低提升10自力 根据玩家们的分享 如果你的自力拥有80货以上 选择带魔力破路低会更好 因为它增加的是百分比 提升的伤害会比较多 如果自力还没那么高 可以先暂时使用自力流结晶路低 8.法师必拿的武器 如色特的灰石杖 这可以说是游戏本篇里魔法伤害第二高的武器 虽然它的缺点是FP消耗增加50% 但基本上有这把法杖已经很强了 9.装备的部分 这个选择是很看个人的 像我个人喜好所以一直戴着狼头 如果想要魔法减伤最高的套装 你有两个选择 如色特和雅之乐套装 要是戴上它们的头盔还会提升特定法术的伤害 例如绿色的会增加灰星雅之乐和走星的伤害15% 但代价是所有魔法也因此增加了15%的FP消耗 10.其他更多的准备 比如寻找所有记忆时 将你的记忆提升至最高8个格子 获取护服皮带并确保自己可以装备最多4个护服 将武器和骨灰提升至架石 寻找更多的黄金种子和圣被陆地等等等等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频道 你也可以加入会员或以SuperTanks支持我的创作 如果大家想要获取以上我提及过的东西 只要搜寻该关键词相信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攻略和教学 希望这个懒人包整理可以帮助大家成为最卑鄙的外乡人法师 我本身用了32个角色来达到以上的进度 也许你会比我更快获得这个进入DLC的资格 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更好的建议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例如某个魔法也是很好用 某个骨灰也是很强等等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